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6月3日 有关华兰理工大学故城苏宴事件 在此前2日华兰理工大学在其微博发布咨询提到况说明 学校关注到近日在网络上传播我校博士生 苏某及顾姓老师相关话题经核实 顾老师23年2月调离我校不在学我校教师 对网民反映的有关事宜 学校高度关注 已经组织调查小组予以核查 如存在学术不断或私的私奉问题 学校将持续保持您容忍态度严肃处理 这些有关此事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6月2日网传华兰理工大学金线 学术达一名女博士通过信费录自己的导师 发表了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成功获得了博士协位 还有小三成功取代原配 目前涉事女主角已经被四川大学 聘用为副教授即将赴该校任教 事情一出 而涉事女主名叫苏燕 是华兰理工大学花光材料以器件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生根据公开披露的消息 苏燕于2019年毕业于 重庆理工大学材料加工专业 之后进入华兰理工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 涉事男名叫顾成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高分子材料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固定人员 国家海外高层次 人才项目获得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 青年 拔尖人才 获得着四川大学 双百人才工程计划 A类项目获得着相关争议内容为 苏燕就与未婚的顾成 确定了恋爱关系 顾成帮她发文章 其他博士生的成果 会属上她的名 整个博士在读期间 苏燕一共拥有19篇一作 其中5篇一作 重点是还有一篇Nature 2022年 顾成与苏燕共同在Nature 镇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所以种水的分离 聚集了百年难题 也让苏燕在行业内一再成名 这些有关华兰理工大学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华兰理工大学 简称华工 华工大是一所直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 公立综合性研究大学 为东省广州市拥有五华山大学城 和广州国际三个校 华兰理工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顶尖高校之一 为双一流和建设高校 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 中华兰理工大学 产森 kan取ат栐 给我对比 Gam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